苏湖会战德谢师开始时进攻日军陆战队 对方援兵到后就是防守反登幕 这个阶段残酷无比 尤其罗电的战斗 简直是钢铁人肉鲜血和抑制的比拼 双方绝对精锐主力拼死作战 号称角肉机 日本军部全力增援上海由于动员运输能力强大 上海开战是8月14日仅4天后的18日 本来准备要在青岛登陆作战的日军 横须鹤镇首府第一特别陆战队 吴镇首府第一特别陆战队 共两个大队约1400人就已经赶到上海增援 19日另外准备在青岛登陆的佐世堡的海军陆战队 两个大队2000多人赶到上海来 近4000人的兵力帮助上海的日军稳住阵脚 在上海主攻的国军是36师、87师、88师和98师一部 最终总兵力也不过约5到6万人 国军德谢部队进攻英勇凶狠 日军在5日之内丢失了所有次要阵地伤亡数千人 全部退守到核心防御攻势中死守 日本军部被迫将准备启航的4000多精兵全部投入上海 也严重影响了在华北的作战 日军增援的主力 两个师团和大量额外配属的部队8月21日从日本启程 组成上海派遣军松井十根大将为司令官 下属腾田进第三师团 山市中午第十一师团以及大量配属部队 总兵力近10万之重 此时蒋介石下了全国征调令 约22个师的部队进入松户战场 由于中国各方面远比日本落后 有的部队直到打完也没赶到上海 不过毕竟50、60万大军都在向上海前进 两军战斗力再次被拉近了 松井十根军事能力强 曾经担任过驻上海武官 也曾经在关东军长期服役是中国通 他认为直接去就被围海军陆战队避陷苦战 不如凭日军海军空军的优势在国军后方登陆 随后将其全部歼灭占领整个上海为位救赵 随即在8月23日 松井十根指挥两个师团大军 在40多艘军舰掩护下 分别在长江岸边的川沙河口 黄浦江边的张华斌 运枣兵等处登陆 这两个甲种师团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而且他们还有大量额外配属部队 日军的师团模仿德国的加强师兵力高达2.7万人 再加配属部队一般超过3万人 实际就是一个军的编制 当时国军中最精锐的德谢36师 87、88师这种部队 一个师满员15000人 松井十根随即下令强行登陆 第11师团从刘河 第3师团从吴松地区登陆 蒋介石立即重新划分上海作战序列 由张志忠负责黄浦江岸守备 陈成负责长江南岸的守备工作 后来由于到上海的国军部队数量聚增 日军又登陆了三个师团重兵 蒋介石将第三战区松户战场分化为左翼 中央又以三个兵团分别由陈成、朱少良、张发奎担任司令官 陈成的左翼兵团直接面对着日军主力的打击 反正张志忠是不敢再用了 陈成立刻停止对海军陆战队围攻 将主力部队后撤阻止日军的登陆 日军登陆主要就是罗电和宝山 其中罗电比宝山更为重要 主攻罗电的为日军第十一师团是日军最精锐的17个甲种长射师团之一 在1932年128战役时曾赴上海作战有经验下打头阵 师团长为山市宗武中将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十个师团之一 而防守罗电地区的为罗卓英的十八军 五大主力中建军最早历史最长的部队 陈成绝队的嫡系看家部队 作战强硬凶狠下辖四个师是国军王牌 23日午时日军的第十一师团强行登陆穿沙河口 此处国军守军仅有一个连 但硬是拖了日军几个小时争取了宝贵时间 日军在23日中午才占领罗电镇 但国军十八军主力也离阵子不远了 当时十八军下属只有彭扇少将的第十一师到达上海郊区 当天陈成命彭扇在九十八师配合下 率两个团乘着大雨发动反攻 国军摸上去赶死队一面冲锋一面拼命扔手榴弹 但日军训练有素 两军一下子就绞杀在一起 上千人猛烈拼刺刀几十分钟日军撤退 此战日军伤亡数百人被升勤三人 还击毙工兵尚未一人 国军发现一份作战地图标注了进攻路线 十一师团主攻方向就是罗电 仅一个小时后 日军集中兵力在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 发动了对罗电的第一次反攻 国军只能靠民防死守日军突入罗电阵 日军装甲车上的机枪对国军士兵有很大威胁 而国军没有平射炮无力将其击毁 一度被装甲车压制得无法抬头 最后国军利用镇内河流巷子多装甲车视线不良 用极数手榴弹连续炸毁日军三辆装甲车 机战到晚上眼见损失太大 日军又不擅长夜战装甲车被击毁多辆 日军又一次垮了下去 罗电在23日没有失手 国军赶快修筑防御攻势 两小时后日军50多门重炮又开始轰击 当场就有上百名国军士兵伤亡 这种大规模炮击 国军没经历过 但这不过是整整五天午夜机战的序幕 也是13次争夺的前两次而已 从此日军大小口进火炮轰击昼夜不息 24日到26日 日军登陆第11师团大部在登陆点站住了脚 随即重兵连续发动了五次强攻 一次强攻发射炮弹高达近万发强度 是松户会战以来空前的 助手国军一个主力营被炸成碎片 日军以几个大队上千重兵 在坦克掩护下全线冲击 守军顽强抵抗 但增援部队被日军炮火拦截冲不进去 罗电被日军攻陷 为此18军67师师长李树森因为指挥不力 被蒋介石撤职查办由副师长黄维接任 黄维立即命令2011旅少将旅长蔡炳炎 率领所部5000人强攻罗电 国军在进攻途中即被日军发现 随即一顿150毫米重炮炮弹飞来 进攻部队被炸的血肉肠子到处乱飞 但国军誓死如归还是突进日军阵地400米处 蔡旅长轻率一个营及特务牌冲锋牺牲 这是开战后继黄维兴旅长后第二个牺牲的旅长 2011旅官兵喊着为旅长报仇的口号 拼死突击终于收复罗电 日军很快又组织部队反攻 双方拼命拉举 27日日军再次冲入罗电 罗卓英轻负一线差点中弹 刚把日军赶出去还没站住脚 日军再次反攻占领罗电 此时18军四个主力师中的67师和11师 加上配数的98师都伤亡进半无力反攻 好在18军主力16师或回伤不感到 此次突击主要由师参谋长郭乳归指挥 就是内战时著名的间谍 郭矮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 身受陈诚气重 郭乳归下令将全尸仅有的山炮营八门山炮集中开火 全力掩护部队夜袭 刚打三分钟日军各种口径几十门火炮的炮弹盖过来 他以后再也没敢下令火炮集中使用 如此进攻部队就缺乏火炮的掩护 16师夜袭日军部队没有成功 正面突袭的83团被一条湍急的小河拦住 桥梁被日军重击枪火力封锁 国军拼死冲击伤亡几百人没成功 侧面包抄的79团硬冲过去了一个营 捣毁日军一个连队的司令部缴获了大量资重 但毕竟兵力太少隐蔽下来等待命令 郭乳归知道才一个营没什么作用 让79团赶快撤退下来 战到28日中午罗电还在日军手中 但十一师团也惨重伤亡下打不动了 双方对峙了十个小时之久 罗电丢失上海战局动摇 蒋介石火了下手令给陈城 立即夺回罗电否则枪毙 陈城接到命令把18军军长罗卓英叫来说 拿不下罗电 我们两人都把脑袋交到校长那边去 罗卓英急调新赶来的绝对主力 74军王耀武51师在29日发动强攻 战斗无比激烈 团长都拼起刺刀士兵拼命厮杀 罗电才多大到处是喊杀和惨叫声 国军奋力进攻终于在当日再次占领罗电 日军也不是好惹发动强大反攻再战罗电 但双方阵地近在咫尺并不稳固 9月2日国军又准备反攻罗电 但当日却得知宝山失线的消息 松户门户动开罗电侧翼被日军威胁 再反攻罗电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只需在罗电附近阻止日军11师团前进即可 后来日军11师团士兵回忆罗电战役说道 我们把罗电国军的阵地称作白色铁墙 半个月来无论是炮击还是轰炸都没用 原以为他们修建了坚固的要塞 占领他们的阵地以后 发现只是一条半米深积水的战壕 日军随即集中上万兵力强攻罗电附近国军 国军调集最精锐的部队防御罗电 号称第六大主力的胡宗南的第一军也到了 此次本来是奉命增援宝山的第六师 可是刚走到流行附近宝山已经失守 于是该军奉命防守罗电附近的阳形 运枣兵 几家桥一线 就在罗卓英十八军的侧翼 第二天日军就杀到 运枣兵一线正好在日军箭炮射程内 日军203毫米重炮 一炮杀伤面积高达400米半径 国军只能依靠上海群众成夜色送来的木板 钢板修筑成简易攻势死守 每个阵地往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双方阵地犬牙交错 但日军就是攻不进去 由于日军强攻伤亡惨重 官兵居然有了恐惧心理不敢冲锋 只能挖战壕一点点地接近国军阵地 第一军士兵呢 用绑腿绑上手榴弹 扔过去 将日军战壕炸他 经过20天的击杖 胡宗南拼死守住了阵地 但旅长以下超过80%伤亡 最精锐的第一师两个旅长中的刘超环旅长副伤 四个团长中杨洁团长 李有梅团长郑王 王燕尊团长副伤 而78师伤亡也和第一师类似 整个军基本拼光活到战后的战事不足一程 18军郭汝归被临时任命为42旅旅长一职 当时日军工的很猛炮击两个小时之久 跟住步兵一起冲上来的 还有步兵炮 平射炮和坦克装甲车 专门打击国军轻重机枪火力点 国军机枪只能射击几时发 立即转移阵地火力不能持续 轻机枪转移阵地容易 重机枪都被日军火炮打掉 机枪不行就靠步枪手榴弹 海击炮部队打几炮就跑 炮架都扔掉 像日军制弹筒一样用手托着打 就是这样把日军打下去 没几分钟日军又冲上来了 郭汝辉命令一个团 顶在一线快打光了 留作预备队的那个团 只冲了三次又光了 郭汝辉手上无兵可用 顿时级的满头大汗 这十八十四团 一营营长送一中 带着一个营败退下来 郭汝辉要枪毙他 逼住让齐再冲一次 竟然一举占领阵地 日军也打不动了 当时在日军进攻下 十四师都快拼完了 将三个旅剩下的兵力 退守核心阵地 郭汝辉从指挥部往外看 居然看到 邱汉谦和胡连 两个旅长就在旁边 三个旅长都挤在一起 部队都快没了 最终激战七天七夜后 九月十九日 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 最终复命撤退 有第四军接防的时候 全旅八千多人 剩下不到千把 基本没人了 由于国军这样 不计代价的顽强防守 日军第十一师团 如此精锐优势下的部队 绝对强大火力 半个月只向罗电以西 以南推进不到三公里 每天几百米 而伤亡却极为巨大 日军甚至为此更改战场条令 本来日军规定炮火覆盖后 小队长中队长带领冲锋 经过这样的血战 被迫改变作战方式 因为赶于冲锋的小队长 基本都战死了 剩下官兵都不敢主动冲锋 被打怕了 一线指挥官甚至安排班长 跟住新补冲的军官 一旦冲锋就地暗住 上去等于送死 后面的士兵已经打怕了 根本不敢跟住冲锋 结果经常是没按住下 只有军官一人冲在前面战死 罗电一线的血战 远超越了松井石根的预计 本来想一举击溃国军 却成为拉锯战 这几周以来 却遭遇惨重的伤亡 但各线进展不大 实际处于被国军 风格包围的态势下 松井他再次向日本军部 要求增兵 日本军部经过再三商讨 最终决定继续增援 第九 第十三 第101共三个师团 和包括野战重炮兵 第五旅团 独立野战重炮 第十五连队 攻城重炮第一连队等 在内的大量炮兵 这样上海日军数量 增加到二十多万人 已经接近在华北作战的 日军数量了 这三个师团部队 从9月下旬到10月1日 前后到达上海 在得知日军增援大军赶到以后 陈诚认为 罗电地区阵地完全被摧毁 无法继续防守 随即下令全部撤退 转移到运造兵右岸的 二线阵地继续防守 由此历时一个多月的 罗电战役结束 国军伤亡3万人 日军伤亡1万多人 4万人在只有几平方公里的 罗电流尽了血 十一师团43连队长 浅见义雄大佐 亦被击毙 此战十一师团伤亡 近半元气大伤 以至于没有参加 后来的南京战役 被送回国内修整 彻底被打残了 欢迎订阅 多谢关注 这不是 crap